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今天我自己早點來到這個會場 去點一個翻唱典禮 其實大家可能都聽到一些雜聲 其實打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周圍都看到有不少人都已經開始來了打招呼 這樣就叫做想做一段可能幾分鐘的影片 還有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訪問到其他人 看看有沒有什麼去跟大家說 這段影片都不是什麼精美的影片 都是一些隨心隨意去拍 還有到時看看會不會有些畫面可以展進去 好, 暫時就來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好, 我說兩句 今天井仔我 恭喜你 是的, 謝謝你 你拿著沉黎把握一下我 井仔, 我把證書交給你 謝謝你 井仔, 你不用說了 我知道你的心情是非常之開心 在這裡恭喜你 拿到這個國家安全教育認可導師的資格 希望你大有作為 在這個國家安全教育方面的發展 做多些貢獻 帶領其他人一起去鄉戰 特別作為KOL 將來有什麼合作呢 一定義不用詞 更加一個身份不同 謝謝何律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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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港姐 有一個問題 很想請教何君耀律師 最近何律師出了一篇文章 令我眼前一亮 因為她提出一個高尖遠足的想法 就是她希望香港特區政府 能夠積極爭取聯合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我想請教何律師就是 這個辦事處能夠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領域上面 起到什麼作用呢 多謝何律師 但是實際上有關係 任何事情 我們不是真的泛濫化了國安的概念 但是當你心想是利益的問題 國家利益的問題 一定有關係 我這篇文章是說什麼呢 如果是朋友沒看過這篇文章 我剛剛在12號發出的 就是說 當今世上我們是在聯合國那裡 支付了它的經常性開支 中國是佔了有10% 是已經超越了日本 但是與美國仍然有一個距離 美國佔很多 但是 也這樣看 維和方面來說 我們佔的開支是第一名的 中國來說 隨著我們的經濟實力提升 已經在世界事務的責任 也是肩負越來越重 按照這樣的情況裡面 我們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大 我就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亞洲區 還沒有任何一個聯合國的辦事處 目前聯合國的辦事處有四個 第一個總部就是紐約 第二個就是維也納 就是奧地利 第三個就是瑞士的日內亞 第四個在非洲的肯尼亞 肯尼亞這個是搞農業 維也納那個是搞裁軍 日內亞是搞國際人權的問題 紐約是總部 但是中國現在是在全世界的經濟 是第二大的體系 第二大體系 而我們目前呢 全部的精力國家來說 除了要抵抗 或者抵禦 這個地緣經濟的干擾 我們都是搞經濟 無論是你外面是禁制我們也好 或者是商業上的對我們的加稅也好 我們都要搞內循環 在這個情況裏面 我們目前來說做得非常恰當 不過每次都是有問題 我們作出抵禦 的確是很廢勁 很疲勒 如果我這樣看 我剛剛最近去了日內亞 出席人權事務委員會 和人權理事會 兩個不同的級數 就發言批評 就是英國就處ICCPR 裡面的履行責任的情況 另外就是 關於批評 國際的人權 人主 人道主義等等 在加沙 Street 那裡佔了一個最大的蝙蝠 而我在那裡 就因為剛剛趁著23條要立法 心裡批評 有人會批評 香港的情況 所以我在那裡做一個預防性的發言 一個地方 以Geneva來說 其實是一個窮鄉僻洋的地方 是的 但實際上來說 人口又少 地方又少 但它可以躍身成為一個世界性 一舉手一逃足 是這麼有影響力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有聯合國的地位 我就說 為什麼我們只是手不可以去 強化自己的位置來去防禦呢 一旦如果是香港 或者這麼說 在亞洲區裡面設一個聯合國的辦事處 是恰當的 是符合世界的發展 而亞洲當中來說 中國是更加合適 因為亞洲 世界經濟在亞洲 亞洲經濟在中國 而中國的經濟在哪裡 南方 而南方裡面 最大的就是GBA 就是大灣區 我就說 如果我們有這個叫做 護身符國際地位在這裡 那就不是單純一個國家 它以霸權主義說 我要抵制你 我要禁制你 香港是一個聯合國 有特殊地位的地區 不是輪到你指手麻腳 所以在我們現在 本身香港長期以來 經濟的角色很重 再加上最近我們是做這個叫做 調解院 不是八奉院 是調解院 調解院是什麼呢 是一個有國際地位的 一個糾紛調解的一個中心 我們也都已經拿到這個位置 將會2025年交出這個中心出來 我們就用灣仔 警署那個去做 已經在國際地位裡面 香港一直一直肩負著 為國家承擔和做這些工作了 我覺得再向前走一步 要是搞什麼 是搞經濟 人類命運共同的發展路向 以中國來說 愛好和平 也是搞經濟的大國 所以是恰當的 多謝